大家好,我是于荣宽 上一次既然做了肖战的视频 这一次肯定少不了王一博的视频 谁让这俩都在2019年的陈情令同时爆红呢 虽然他们的本意也许完全没想过要锁定对方来安置较劲 但是在吃瓜群众和粉丝眼里 这两人的关系的确存在那么一点余量情节 至少在他们各自下一部超越陈情令的作品出现之前 这种局面还是会隐约存在的 王一博出生于1997年8月5日 前三注六字看着好像日元得令 又有印心贴身相声 好像是神旺要谢秀 但是一看大运 他禀五运就出道了 七八年以来一路看涨 就算是2016年的限含令 让他所在的团体受到限制 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个人的发展 每一年的人气都在增加 直到以四运的几亥年 也就是前年2019 他凭着陈情令爆红 即升九零后一线南星的行列 所以他是喜用木火的 那么他的格局就不是声望要谢秀 这丁卫配上卯木 与其说这个月令是笔尖 那还不如说他是官杀库 因为卫土是官杀库嘛 又贴着某木拱局 上面透出丁火 这木火的能量远大于极土的能量 有人说这火旺还不是要生土吗 我说是的 火旺是要生土 但是这里的木比火更旺 而且要旺很多 因为有丑卫冲 这卫土木库在原局就被冲开了 一个开了的木库 在拱木局 这卯木七萨的强望程度 简直是气势滔天 七萨太旺了 要制煞 他却洗火 要化煞 他又洗木 这就不对了 所以他既不是身旺要谢秀 也不是身弱 也不是身弱要化煞 而是要从气势 低天随 就把这种从气势的格局分为寒短和造诗来讲 其实有的流派分得更细一点 这里就不赘述了 反正王一博这个八字是从木火的气势 就对了 那么从木火的气势 就是要去寒 去湿 时辰应该是偏暖偏躁的 可是他父母双全 出生接近虽然不宠苦 但是也没有到特别富裕的程度 他的大运走势 是向着北方水地去的 所以我推测他的时辰 不会完全没有一定点的金水之气 那么符合条件的 只有耕武和鑫卫两个时辰 到底是耕武还是鑫卫呢 我就不想再深究了 至少到了这一步 已经足够分析他近年的运势了 2019年几亥 亥毛卫拱撒举 观撒为喜用 代表名声 七撒是爆裂的 所以爆红 这卯木除了有肢体的内像 可以代表舞蹈之外 也有车船的内像 所以这一年的卯木拱局 还推动他接入了车队 成为职业赛车手 这肖王两人是同一年爆红的 所以也是同样使用木火 但是命运 不相同 命局和大运不相同 所以其他方面当然也会不一样 比如庚子连的庚银月 肖战士观撒库和七撒同时受伤 被全网黑 甚至影响到广告和代言的业务 而王一博的援局没有申酉金 大运也不是申酉金 所以这个庚银月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至少比肖战的影响要少很多 可是今年2021的新丑年 金库强望 直冲卫土 这个观撒库 肖王两人的命局里面都有这个卫土 而且都是观撒库 又都是喜用的东西 所以今年这两人的戏剧评分 很可能是同样受挫 不同的是肖战明年 任银年就七撒旺 口碑可能迅速上升 王一博是后年鬼卯年 才是七撒旺 下一部能赶上陈情令那么较好的剧 可能要在后年才出来 王一博的婚姻公事 卯木欺煞 又拱生这个印 拱菊生印 不是很理想 现在这部以四大运的四伙 是劫财 对婚恋不利 下一步是解诚大运 卯尘相川 也对婚姻不利 所以更适合在四十岁之后才结婚 对普通男人来说 中年才结婚肯定算晚婚了 但是对于男明星来说 一点都不晚 甚至在他们的女粉丝心中 其实是越晚越好